哈喽,你们好,我是小杰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飞车刚出来的新地图 急速列车 那么在端游也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的地图了 但由于这张地图比较的简单 我也没有怎么玩过多少次 那么在手游呢 这边最强的车也就只有裁决者了 那么竹心者他强也是很强 在前面跑的话还是可以的 但是一到了后面那个列车 很多空喷落地喷的话 那里未必能够延续得上 还有一辆车跑这种加速带比较多的一个地图啊 暗耀武神也是非常厉害的 可是他的下场呢也是跟竹心者一样 也未必在后面能够延续得上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呢 千万不要去飘移 一定要保持在这个火车轨道里边 这个速度才不会跌 这里的新星加速带踩完也是立马要绕过来 这里我们要提前保留一管氮气 能够方便我们这边跳下来的时候 释放一个CWW 这里小飘过来开个ECO 由于前面咱们已经保留了两个小喷 就可以做到平地CWW了 走上这个火车上面呢 延续氮气也是非常的轻松 每一节火车呢 空隙比较多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偷偷的留下几个小喷 这样就很方便我们直接的延续到终点啦 对于这一张新出来的地图 你们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哦